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當機立斷跑路 中國教授變賣全部資產動作太快 推翻他 初一中國網流傳亮劍這片段 押稅前呈新負擔 陸網民快趕上一個月工資 川普先風波 拜登危及國家安全與全球穩定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2月12日 星期一 也是大年初三 祝您龍來運轉 事業騰飛 事業有成福星照 龍年大吉慶無邊 存善念 心情體健 基福德嘉和夜心 祝您心想事成 笑口常開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當機立斷跑路 中國教授變賣全部資產動作太快 阿波羅網李方報導 2月10日正值大年初一 迎新年也迎來新話題 網友神谷子龜在X上發一帖文 今天遇到一個剛變賣全部資產來日本的大哥 在大學教計算機的 最近被要求在教C語言的時候加入私政內容 當機立斷跑路 聽完以後 我愣了好久 以為在講段子 此貼文進獲107.4萬次查看 相當火爆 大量網友在留言區熱議 一些網友表示 這種情況已經有好幾年了 網友David章說 前幾年就開始這種滑稽的要求了 幸虧我出來的早 還有人說 都這樣好久了啊 所有課都要求夾雜私政內容 去年的小學數學題裡已經是這樣了 也有人說 大學想開一門新課的時候 都會叫老師寫一篇課程與私政相結合內容的論文 有網友表示 兩年前本人的親身經歷 被強制要求在電路懸理裡加入私政內容 才立馬下決心跑路的 也有人說 這叫敏銳 張愛玲被要求不讓穿旗袍立馬決定跑路 事實證明她是對的 這位老哥也聰明 中國以後是很不容樂觀的 還有人評論 中共白痴教育制度專門為奴才而設 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回應道 這類荒謬事 文革時期有 現在重演 網友Sumerian說 第二次文革早已開始 現在只是看其如何結束 習自己會是以何種結局收場 推翻她 初一 中國網流傳亮劍這片段 阿波羅網孫瑞厚報導 大年初一 中國網在流傳電影亮劍一個片段 該片段中 政委趙剛喊道 民不聊生 通貨膨脹 這樣一個獨裁 腐敗 黑暗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他嗎? 據終指國民黨 但很明顯 大陸網民用此片段暗粉中共 網民玩NSF說 趙剛這種知識分子被共產黨哄騙了 看不透共產黨的本質 網民北京的爺留言說 主人公文革被整得死去活來 好一個謝莫殺驢的典範 網民Rock說 共匪的遮羞布兜不住了 網民球王梅西表示 慶芬不死 國難未已 不過網友一旅稱 實話說 電視劇亮劍我全部追完了的 壓根沒看見這段了 想想啊 這段比網上公知的話還猛啊 怎麼可能播出 個人估計 當時根據編劇情節拍了的 但送審時被刪掉 現在又被保存這段被禁情節的人放出來 壓歲錢呈新負擔 陸網民快趕上一個月工資 作為傳統年俗之一 過年時長輩給晚輩壓歲錢是一種年味 但在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失業率飆升的當下 高額的壓歲錢讓很多年輕人感到壓力重重 2月11日 有關給的壓歲錢快趕上一個月工資的話題 沖上了熱搜榜 王雨昕的老家在浙江魚窯農村 他告訴媒體說 我小的時候 長輩基本都給200元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 200元都拿不出手了 最低600元 動輒上千 對於我這個年紀來說壓力很大 更別說村裡的老人了 他表示 他家這邊要給7個孩子壓歲錢 他老公那邊要給5個孩子 每人600元 光給親戚孩子的壓歲錢就要7200元了 王雨昕稱 有的人年終獎都沒這麼多 壓歲錢又叫壓歲錢 傳說用它可以壓住斜歲 保證晚輩平安度過新的一年 壓歲錢始於漢代 是特別鑄造的家聖錢 只用來佩戴和玩耍 不能流通 唐代宮廷內開始給真正的錢 但是歷春日才給 並非過年 宋代該習俗傳入民間 到了明清 終於成為了過年的標配 作為中國傳統年俗文化中獨有的一種儀式 壓歲錢 傳遞出親長愛幼 團圓祝福的寓意 不過隨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化 特別是中國大陸近年給孩子的紅包 因為互相攀比等心理 長得越來越高 在經歷了三年疫情的消耗 及當下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對一般民眾來說 確實難以附和 有網民甚至感嘆 快趕上一個月工資 川普先風波 拜登危及國家安全與全球穩定 美國前總統川普週六在南卡羅來納州參加競選集會時表示 他在擔任總統期間 曾告訴一個北約國家的領導人 將鼓勵俄羅斯為所欲為地對待那些 為達到北約國防開支目標而欠款的該聯盟成員國 法廣報導稱 川普沒有明確表示他是否打算兌現這一威脅 也沒有說明這對北約意味著什麼 但他發表的這一言論 與其過去為突出自己的談判技巧而發表的言論不同 很可能會引起北約歐洲盟國的擔憂 這些國家對川普重返白宮的前景已經非常緊張 川普重申在他的強勢推動下 北約盟國開始加大國防開支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甚至因此成為了他最大的粉絲 並一度說 所有這些美國總統都來過 他們發表個演講就走了 僅此而已 他們都欠錢不付款 白宮在週六晚些時候稱川普的言論令人震驚且失去理智 並讚揚了拜登總統為加強北約聯盟所做的努力 白宮發言人貝茨在一份聲明中說 因為他知道每一位總司令的首要責任是保護美國人民的安全 並堅守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價值觀 鼓勵凶殘的政權入侵我們最親密的盟友 是令人震驚和發狂的 這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全球穩定和我們國內的經濟 博爾頓曾擔任川普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但他認為川普對美國很危險 博爾頓宣稱 確信川普如果當選 會退出北約 阿波羅網全體同仁感謝您一年來的陪伴 我們年初被中共駭客黑掉三天 內容和視頻也不時被黃標 導致評級降級 是各位朋友們的支持讓我們奉勇前進 過年期間 我們會發表一些精選節目到副頻道的深度世界欄目中來 19日會恢復副頻道的日常美日一根 今天是大年初三 過去的一年已成為歷史 未來的一年充滿機會 新年如同一場冒險 讓我們一同踏上未知的旅程 探索新奇和刺激 不斷成長進步 存善念 心情體健 積福德 家和夜心 願平安 幸福和成功永遠伴隨您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你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